在上周结束的一家节目战中 C罗所在的邮文图斯 最终是一汉的客场站停了窃握 很遗憾 没有许德开门红 C罗在手绣中没有进球也没有助攻 但是他几次的球之后的调整和打门 还是令人感到欣喜的 如果不是对手们将发挥出色 C罗或许早就拿到了自己的球 他将自己的首个一甲进球 不过之后的C罗还是有机会的 毕竟他未来几年要一直都在一甲 对于将自己的巅峰状态 保持了十年的C罗来说 不争朝夕 笑到最后才是最大的赢家 就在这两天 我们发现了C罗的一个动作 被国外的网友用意 这是C罗在邮文图斯手绣中 一个无球情况的动作 他将自己的五指并绑在一起 然后一个朝天的动作 比赛中大家都没有注意到C罗的这个动作 不过赛后却引起了意大利球迷的关注 因为这个动作可以说不只是球员 球迷应该是整个意大利人中最著名的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没有特殊的含义 但是却可以在不同的场合 让他有不同的意义 是几乎所有意大利人都喜欢做出的动作 而C罗在面对借过的比赛中 也做出了这个动作 而他之前效力于曼联 黄马甚至是葡萄牙国家队 那时候都没有做过这样的动作 所以几乎可以肯定 这是C罗为了融入意大利足球 和意大利生活专门学习的当地入民的一些手势 所以就在比赛中展现了出来 看到这张图片 之后的球迷们纷纷表示 如果说之前C罗还有西班牙足球影子的话 现在他就是一个意大利人了 纯正的意大利人 可以说了C罗的情商是很高的 想要融入一个地方除了学习他们的语言 可以和他们保持良好的沟通之外 还有就是一些手势 一些手势在世界上是通用的 而一些则是这个地方特有的 比如C罗做出的这个动作 就几乎是意大利人特有的 而C罗在赛场上也展现出这样的手势 无疑是会让更多的意大利球迷 哪怕是由恩图斯对手的球迷 也会喜欢上C罗 所以说了C罗这样的行为 也给大家提了个性 就是不管你多大的万 在什么山就唱什么歌 这样才会得到更多人的尊重 看看现在的帕托 天津的球迷谁还想起来 这是曾经的巴西主力前锋 是借金童奖的主呢 因为帕托彻底融入到了天津 而球迷们都拿他当朋友了 所以哪怕是赛季初期他表现 不好的事情 球迷也愿意多给他机会 这些早上有点免得多的 打托录 就这些东西 你打托录 打托录 你打托录 感谢观看